我們在開始複擦電喔 那個陳美琴老師在哪裡?來一下 好 各位親眼看一下我們玲瓏步步她在做的動作 我們現在拿著疼齁 因為她太粗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一下 我們來做甚麼 我來接驢一下 我們來接驢一下 我們來接驢一下 我們的裏面 我們在家裡有關請 我們來學校學校的教士 我們一起學校學校的教士 我們在這裏教課學校 我們在家裡做的東西 我們在家裡學校和教掄 程中 像这种藤蔓哦 像这种藤蔓哦 不是随便乱绑 不是随便什么细的 宽的藤蔓就可以绑 一定要用这种 然后它一捆采的话 要绑湿解 然后 你看它会很吃力 所以一定要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 然后像一般 不可以用那种 比较现代化的去绑 这个是陈医上的问题 然后他们早上是说 这个藤医上是有点粗 有一点点粗 应该是更细 更细一点 它的结才不会那么的大 因为如果等一下绑下去的话 它的结它有一点像流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们 就是绑上去的时候 会卡到我们男生的肩膀 会有点痛 所以有时候 去采的时候 结不要那么的多 然后这种藤蔓叫做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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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阿米 阿米 来讲三次 阿米 然后另外一种叫 他长得比较黑 就是宋秦采用的藤蔓 然后另外一种叫 就是长得比较白的 然后你们现在是没有采到 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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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得比较黑 我说 他长得比较黑 让他长得比较黑 那是 他长得比较黑 还不够 还不够 这个角度 蜜蜜脚 现在这个琴财 你看前面是有把它削尖的意思 然后削得越尖 沉地越重 然后它这边是削得还不够 还不够尖 看这个距离的话 一定差不多要砍到这一节 它才算是标准的 然后如果要绑的话 要绑四节 是一定要绑四节 不过他们现在是 只要做个一时就好了 像一般是 没有人会帮您这样子绑 要自己去把他绑的结石 然后牢固 也不是随便乱绑 要按照他的 然后你绑的时候 马上就绑 它有一点像 像拉扯 就是有点像弄收 然后拉紧 你只要左右摇摆的话 它就拉得更紧 不是马上就倒进 你看 它刚才是不是硬邦邦的 然后鼓步这种 鼓步这种 动作的话 就是要让它弄松一点 让它的纤维 你看它里面都是纤维 然后它硬邦邦的 你摸一下 然后鼓步他们就是要把那个纤维弄软一点 等一下是比较好绑 因为它本身就很结实 可是你越结实的话 它就硬邦邦 跟男生的身体一样 然后你要让它弄松一点 它等一下绑起来 才会绑得比较老 你刚摸来摸去的时候 它就变得软软的 变成女生的身体了 所以它表示说 你动作越多 它放的情感越多 好 男生 女生不要摸太久 因为那个是男生的工作 这叫互相帮忙 搞不好他们两个是情敌 然后如果他绑一绑 没有绑老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不会跟他在等 等一下走到一半 他的情材如果送掉 另外一个就跑得比较快 送得比较快 好 老人家说 好 老人家说 好 老人家说 你绑的时候 就像你们还是很清纯的男女这样 你不要把它交叉在一起 两个就结在一起了 你要让它平息 假装你们还是清清白白的 不要打结枝 还不要牵手 就是变起来 然后你不要绑到牵手 到最后才牵手 绑到这边的时候才牵手 不要从这边就开始牵手 你好精彩 你看老人家后面都会 好了 蛤 假装说 都会不是 Прав装住 ko 好